我離開中國 我的觀念完全改變了 我心想,我的天啊,我犯罪了 安華拖地布格達 我出生在新疆哈密 在烏龍牧齊長大 倫敦有個很有名的車站叫Liverpool 我就住在那裡 從2010年到今年 在倫敦,我看了兩艘的那種 我當了七年公交車司機 我是一個政治難民 我是個腫瘤外科醫生 我的手術日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在星期二那天 我的主人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 明天早晨9點 你叫上兩個護士、兩個助手、兩個麻醉師 我只是帶上做手術用的那種 器械、那個包 我就不知道我們再往哪裏走 但是我們的駕駛員他知道 他說這是去西山刑場的路 那個時候我覺得好恐怖 我說我們去刑場幹什麼 我們主人就說 你們在土丘後面等 等你聽到槍聲 你就趕快過來 槍聲聽到了 是那種牌子槍 很多槍同時打的那種聲音 就每隔兩三米就有一個屍體 囚犯被槍斃 頭髮是剃光的 像我一樣 子彈打到這個這兒的 就全腦袋就崩沒有了 有一個警察就說 去最右面那個 最頭那個是你的 然後我就更害怕 為啥是我的 我們主人就說 你現在把這個人放到你的車裡 以最快的速度 把幹和兩個腎拿下 我就變成一種機器人 不去多想就做吧 但是呢 就是在這麼切開的時候呢 這個人在動 在掙扎 他就拿著器官 放在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箱子裡面 然後跟我說 你現在帶著你的團隊回醫院 記住今天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從那天去 我們誰都沒有提到過這件事情 唯一的一個系統的 依賴死球器官 為器官來源的國家 世界上只有我們這個國家 只有我們國家 在器官移植這個領域 那您覺得過去存在的錯誤是什麼 我們存在的錯誤 有罰不易的情況 那是太多了 2015年1月1號 169家醫院不准再使用這個死球器官 特種武器就是指殺傷威力巨大的原子武器 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 及千名科技人員 以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精神 不顧個人安危 在原子彈試驗場記錄數據 1997年6月份我們就回到新疆 我們用了六個星期 我們拍了一部紀錄片叫做 《絲綢之路上的死亡》 他們以為我帶了幾個外國人回來旅遊 我們對誰都不講 就是秘密 還是要採訪那些殘疾兒童 從資料庫 每天都帶這麼一大堆資料 到賓館 然後他們晚上呢 就把他們全部翻拍成那個照片 這個片子拍完以後呢 我就知道我在新疆 我在中國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我出來說我女兒八歲 我兒子呢五歲 我到了土耳其以後我才說 啊對不起爸爸媽媽 我沒有來得及向你說再見 那他們怎麼說 那還能怎麼說呢 除了哭那還是爸爸呢 我母親是我們住的那個區域的檢察長 她說那個法庭秘密判了你二十年 為了保護他們 我們就登報解除父子關係 我用了八年的時間讀英語 然後去參加考試 想變成一個醫生 有一個考試叫IELTS 就是雅思 我需要七分 我得了六個六點五分 做秘書 在醫院做一個那個搬運工他都不要我 他們要我的這個簡歷 記載的都是我做醫生的這個歷史 然後他們說 哎呀我們不需要醫生 學歷太高 我也沒有辦法 但我需要一份工作 公交車司機呢 他不要我的簡歷 所以我就擋了公交車司機 Oldgate到Halloway 254路車 在車裡面呢 乘客們呢 他上車 交錢就走 沒有人會願意跟你說話 你問我後悔不後悔 我要說不後悔 那是假話 我當然懷念高水平的那種 在那個社會裡面的高階層的那種生活 但是如果這個時間要是再轉一圈的話呢 我還會這麼做 如果一個地方有犯罪正在實施中 而你看到了 但是呢你沒有講 你沒有說出來 這在西方國家是有罪的 我看到了這些東西以後呢 由於我有這個能力把它說出來 我就決定把它說出來 鐵路醫院應該在這兒 這是鐵路巨團 這是北京南路 河南西路 鐵衣小學 我們家在這兒 你在悟悟母親的家 對就在這兒 這個那個公園 我經常帶着女儿在這公園玩的 這是個公園小公園 我還是不要看太多了 因為我 我要哭了我才看 我前几天在这演讲的时候 有人就放了一首歌叫《遥远的家》 我的家太遥远了 对我来家已经是遥不可及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到这个家去看看 我看那个台湾人当地人 你学论你学导论 这些都是他们送我的书 你看 再见 拜拜 拜拜